弹点S战警被水仪占领 那些配角变种人 第一位火人 火人也被称为火焰兵 原名圣约翰·阿勒戴斯 他的能力是可以控制一定范围内的火焰 但他的能力只限于控制火焰 并不能创造出火焰 所以火人在他的背后装了一个便携式火焰喷射器 并分出两根管道延伸到手腕处 这样就会在手腕处产生火焰 然后再进行控制 第二位刺猬人 刺猬人的变种能力是可以从身体各个地方长出尖刺 但是他这个能力有点鸡肋 必须抱住敌人才能发挥出能力的作用 四位人或许不是最强的变种人 但他绝对是最拽的一个 第三位胡光 胡光原名菲利帕·桑塔格 是一名可以通过击打双手的方式引导能量波 从而产生冲击波或者高强度地震波的效果 他的双手在击打时会发出明亮的光 而且在设定中 他还可以举起大约50吨的重量 第四位夜行女 夜行女是一个具有短距离快速移动 和感知变种基因能力的变种人 他原本是变种人地下集会的领导者 后来加入万磁王的变种人兄弟会 追随万磁王一起实施他毁灭世界的计划 第五位分身人 分身人原名杰米·马德罗克 他的变种能力就是可以自行的分身 而且这些分身还具有自我意识 当分身存在一定的时间后就会自动消失 或者杰米回收这些分身 而且回收后还可以获取分身的记忆 在电影中 万磁王的变种人兄弟会就是靠着他的这个能力 迷惑了来抓捕他们的军队 第六位 杰米 在电影里的这个小男孩是一名罕见的变种人 他的能力是可以直他人的变种能力 只要在靠近他十米的范围内 变种人的能力就会消失 只有出了范围才能恢复 在漫画里他也被称为水之或者大马化 第七位 尖刺男 这个变种人的能力就是可以从手腕处长出尖刺 然后投射出去 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特别的能力 完全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 第八位 再生人 是一个可以无限生长出四肢的变种人 除了四肢之外 其他的敌方貌似不可再生 第九位 天使 天使原名沃伦肯尼斯 是一个继承家族产业的富豪 他的能力是后背那一双 能够提供飞行能力的翅膀 后来在X战警力转为来历 被天启强化了能力 翅膀被金属化 且可以能发射出金属羽毛对敌人造成伤害 感谢观看